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佳 每个人都知道女人是水做的 所以我们要达到保湿补水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品牌 UNF淬炼保湿修复精华液 它们的保养理念是从原生肌肤的概念出发的 所以它就是强调我们要用最自然简单的成分 可以让肌肤在28天的代谢周期之后 可以自动修复成最佳的状态 尤其像现在的天气非常的炎热 大家在从事户外活动的时候回到家 是不是都会觉得肌肤变得好干好缺水 所以这个品牌厉害的地方就在于 它们是从法国优质的乳酸菌当中提炼出来的玻尿酸 而这个玻尿酸有分大分子和小分子 小分子的玻尿酸可以适用到肌肤的底层 那么大分子就会在肌肤的表层锁住水分 而且使用起来清爽不绵密 让肌肤完全没有负担 好首先现在我的手上测试一下 我原本肌肤的保湿度是多少呢 44 等一下我来把这个催电精华液用上了完之后 你们就知道它有多神奇了 没错肌肤的保湿力瞬间来到65% 为什么可以这么样的厉害呢 就是因为它们家非常厉害的成分 首先它们里面有法国固列塔尼海的海泉水 而这个海泉水呢里面呢就是有丰富的矿物质 而且呢它里面还有一个锁水磁石的成分 而这个成分呢就好像一个吸满水的海绵 还有尿囊素它是来自于德国的大药厂 可以让肌肤达到滋润以及抗瘾的作用 里面呢还有维他命B3的这个成分呢是人体不可或缺的成分之一 然后可以让肌肤达到体量的功效 还有丰富的保湿因子呢它可以维持肌肤的健康 以及表皮组织完好的一个主要的元素 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使用方式 首先呢大家可以在上妆之前呢或是急救的时候呢 可以来做一个湿敷 我们把这个精华液滴在上头 像是这样子 然后呢你就可以贴在你想要加强保湿的部位 其实呢我们在化妆的同时呢也可以在粉底液当中加入精华液 这是一个非常心机的用法 因为呢它就让你一整天的妆容呢更保湿持久 那使用的方式呢就是差不多就是2比1 粉底液跟我们的精华液这样子 然后呢把它直接调和在一起 不管呢你是要用你的双手还是要用美妆蛋去辅助都可以 而这样子的功效在于呢你看 你看瞬间它是不是就已经吸收进去了 里面的呢这个保养的成分呢又可以调节一整天的皮脂的分泌 接下来呢不尝试的跟大家分享一个终极的用法 就是呢它可以当作一个面膜的前导液 所以啦这个TURBOG的用法一定要告诉大家 首先呢打开来之后呢你会先看到有一个蓝光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这个是珠光膜 然后呢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使用 首先呢把珠光膜先撕掉 然后呢蓝光膜朝外贴在脸上 完了之后呢里面呢这个是残丝布膜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蓝光膜给撕掉 因为它要让你好贴在脸上撕下来之后 你看下实际的面膜 这么薄透一张 而且呢它的承转力非常的好 里面满满的都是锁水保湿的精华 敷在脸上呢它的延展性也非常的好 所以不论你的脸型呢是大是小是圆 它都是可以彻底的服贴15分钟就好 因为我们前面呢已经有一个这个面膜的前导了 然后呢再敷上这个面膜完了之后 再加入你日常的保养 就是一个终极保湿的一个最佳的方式了 以上呢就是我的保湿小撇步 记得喔一定要先保水再锁水 肌肤呢只要保水做得好 问题就会少喔